好的 歡迎回來越世界 那我們一樣在節目開始之前 跟大家分享一個資訊 全民接種疫苗兼免費 那蔡文講說輪到你就去打 我真的對這個新聞非常不爽而不愉悅 現在台灣有多少條人命 大概200多條人命是因為疫苗的事情 太晚太晚的進來 而不幸的離世 有太多的人含著太多的眼淚 沒有辦法來不及看到親人的最後一面 然後就這樣離世 我不管我也懶得理那些是否是炒股 或者是要護衛所有的國產疫苗的事情 做了那些事情 你知道我們的蔡總統 當我們人民死了100多人之後 第一個出來的視頻 告訴大家的是國產疫苗的事情 告訴大家要維護國產疫苗 請問一下 在一個還沒有進入三期試驗的疫苗裡面 到底要如何能確保人民可以 因為打了疫苗之後 而沒有問題 不會感染 現在重點在於說 疫苗遲遲不肯進來 到底是為了什麼 到底還要耗費多少的生命 才能成就這段的血淚 這是我無法認同跟苟同的 那當柯溫哲說要讓台北市民民被接種的時候 蔡英文才肯這樣講說 你知道 那是這種極度的心酸跟心痛血淚交雜在那個裡面嗎 今天 今天其實除了談 談 談遊戲之外 不是任何開玩笑的事情 不是任何利益勾搭可以完成都解決的事情 今天威脅到的是你我的生命 甚至是你長輩的生命 現在很多長輩因此而死亡 現在每天都有二三四個人死亡 已經累積高達200多人 他們才肯這樣做 你跟我說有誰阻撓 誰評審阻撓 難道美國爸爸跟德國爺爺 他們會讓中國阻撓然後不讓我們拿到疫苗嗎 為什麼日本一億人口都可以拿到四到五億的疫苗 我們卻連一千萬都拿不到 當初說四千五百萬的疫苗到底在哪裡 不要在那放屁講那個狗屁的不通的話 然後趕快的把疫苗進進來 然後在進疫苗之前真的要設法思考 好思考好到底要如何施打 到底要怎樣安排後續的動作 甚至說疫苗進來的種類 到底後面過後這兩劑打完之後 如果能不能繼續施打 現在的重點在說 疫苗混打是沒有被證實可以的 它會不會影響到後面你的抵抗病毒的抵抗率 那個都是很難說的事情 所以說疫苗事件很生氣的這一點是因為 現在很多無辜的百姓的性命 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 正在被那些政治錯誤政治操弄的情節之下 而導致他們沒辦法生存下去 我當然知道很多人都因為挺蔡政府或什麼 很多人都在那邊講那些有的沒有的 當疫苗下來的時候為什麼新北市雙北市 沒辦法把疫苗打下來 因為他們沒有人啊 沒有量人 沒有辦法可以有時間的安排醫護人員去做施打 偏偏現在必須先施打 就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你有看到很多醫護人員因為要送那些救治病患 還是他們要照顧那些病人而導致肋衰竭嗎 為什麼還有人可以狠心的說 你看高雄都打完了 雙北在那邊挨沒有疫苗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這則新聞 我也很想感謝 我真的很想感謝 我謝謝他們最後下了這個決定 是可以讓全民免費的接種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在美國已經有在機場那裡 有讓你免費接種 不管你是否是美國公民 你只要是旅客在那裡進過機場之後 你可以免費的接種他們的疫苗 好像是江森江森的疫苗 那我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政府真的要單起這個職任 你是政府啊 如果你不單起職任 誰能單起職任 不要告訴我誰在阻擋或什麼之類 誰在阻擋你是政府 你要設法去處理 你不是在那邊講那些五四三有的沒有的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跟認同 好我覺得 總歸最後一句話 我還是會衷心的感謝政府 真的可以引進那些人 我也感謝美國日本跟各個國家 願意接 就是送那些疫苗進來 但是其實大家要特別考慮說 你去接種疫苗之前 請你考慮後續是否有相同的疫苗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請你考慮打完之後的副作用 然後包括你的性別 你的年齡層 你的整個狀態如何 你必須要思考 其實就現在疫苗階段來說的話 除了前半端的人能先打之外 像我們這種人是不可能 也沒辦法在短時間打得到的 我覺得是很難 但在這個時間點 請大家就真的好好的保護自己 保護好自己身邊的家人 然後戴好口罩 然後當你要吃東西的時候 請你真的要勤洗手 然後顧好你的衛生 好 那在再次進入影片之前 我還是想要跟大家 談一下 我真的很感謝那個 有人提供我一個影片 然後他說 其實我知道做YouTuber 我其實做YouTuber最初的理想 不是要玩那個遊戲 我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但我發現其實去講一些太多 不是非主流的事情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或是很多批評的聲音 那我當然當我的頻道裡面 開始做起遊戲的時候 當然訂閱不多也慢慢的有在起來 但是其實還是有因為某幾則 可能我在講的是政府不好的時候 有開始發生退訂潮 那我覺得無所謂 我想要把我知道的 我覺得我認知他是對的 講出來 然後讓大家知道 然後讓大家可以知道這個資訊 而不是被某種資訊所掩蓋 我當然覺得說 最後的結果 疫苗會進來是最好的 他能採 這個其實早就已經編列好的那個 那個預算 然後當初也有新聞 陳時中也表示有4500萬劑的疫苗 你想想現在大陸 大陸已經打上超過6億的疫苗了 他們總人口數大概14億左右 他們要打上28 應該28億多吧 我有點忘記了 那我們也是需要這樣子打 那這個東西是需要政府去協力幫忙 然後甚至說有民間願意的話 政府應該更加努力的設法幫他 協助他給予幫助 然後設法讓疫苗趕快進來 而不是設下很多規定 我知道規定是對的 但是規定是死的 但是人是活的啊 人是活的 我們想活下去啊 我相信在聽影片 或看影片的觀眾朋友一定知道 你非常想要知道疫苗到底在哪裡 我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達到疫苗 這才是重點 我不想要再看到 我當然我可以 我覺得 國程疫苗很好 它可以 它可以出來當然沒問題啊 但是 就現階段來說的話 真的不行啊 我們的人命 我們的 親人 我們家 其實台灣每一個人 都是大家都是自己人 即便他不是跟你有血緣關係的人 我們至少活在同個島上 那 唉 好啦 我覺得 有點講太多 我們就正式進入影片的主題好了 今天其實要跟他談的是 張寮到底適不適合繼續練下去喔 張寮到底適不適合繼續練下去 最近好像又機率又被改了 張寮自從一開始說他的那個 這個奇襲滅殺 他的這個偷技能的 偷這個所謂的傷害的部分呢 可以被驅散之外 他只是 他現在已經寫成 自身增加攻擊 不會被驅散 但是如果對方 如果他的那個攻擊力 有被偷的話呢 他是可以被驅散 也就是對方可以回復攻擊力的問題 那現在 其實張寮搭配 張 張寮搭配這個神兆 神旁真的很好用的原因 再說神旁除了輕狀態之外 還可以 炸全體喔 那這個東西搭配張寮 如果說張寮 一開始神旁沒炸死 張寮再去補刀的話 就很好 但現在到底發生什麼情形 讓越世界覺得說 張寮真的又被改爛了 而且是改的有點誇張跟過分 之前 其實我們要清楚一個點喔 今天如果說低戰 要越戰高戰的部分的話呢 你一定要設法先幹掉 對方的主力角色 這是重點嘛 比方說對方是極限屬關 我就是要設法幹掉極限屬關 那今天他如果擺一隻神兆的話 我當然擺一隻神旁童 先去把神兆的攻擊力降低之後 我要先去幹掉他的屬關羽 這樣才對嘛 那現在重點再說 我今天張寮出手之後 第一招我接著霧連居然打了 不是同一隻 那我怎麼可能有機會 有辦法可以連續的 就是 就是同一時間打掉 那個屬關 是不太可能 因為如果來到等級 越來越高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其實對方機體 是比較高的 他可能抗暴也比較高 所以說你要在一招之內 打掉對方是不可能 所以說張鳥才需要搭配霧連 霧連 霧連的觸發就是希望說 可以在同一時間之內 觸發之後 把剩下的血量給清掉 然後把對方的阻力給幹掉 可是現在發生一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這個好了 我們打非凡少主 少主不要 不好意思啊 都是切你 我就是想要拍影片 先跟你講聲 Sorry 你看現在魔官出手 然後我們的那個 張鳥出手 結果他去打 神諸葛 常理來說 他的觸發應該是要去打 去先去 再去打那個 對方的魔女布 這樣我們去打他的神兆才有意義 因為神兆被降攻之後 我們就先去把他第二打手給打掉 那現在不是 現在是 他的第二打手 出來之後 我們 我們不是打他第二打手 反而是 就是 這裡被降攻攻 攻擊力降低之後 他又被吸取攻擊 他的攻擊力也降低了 那他 他第一招又被觸動之後呢 他去打 現在場上攻擊力最高 就是神諸葛 這個也是 這個實在是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張鳥很窘的原因在說 我還是有機會贏 非凡少主 我們看一下 實際上還有一支影片能贏的 看一下 剛才打還是有贏喔 不是沒有贏 還是有越戰 但那個越戰情形又比較不同 比較不同 會不會被洗掉了 喔唷 在這裡 這裡贏了 我們看一下怎麼贏的喔 其實張鳥同時 當然對方如果 那個 抗爆 抗爆的那個 出來的 資訊不大的話呢 我們是有機會可以直接 一口氣幹掉他 那就是也是 重點是我們要一口氣 你看 他的神主還蠻會閃避的 一樣也是直接打對 打掉 打兩支 不同的角色 重點在說 他沒辦法同時瞄準同一支角色了 現在是無法的 然後想說 啊小喬也死了 那我應該打不贏喔 那剛好是 那個 神龐場炸下去之後 他的血量有變低 然後我的張鳥 其實我的鍍魂幾乎 快全滿了情況之下 他對於對方的謀士 傷害會不會更高一點 我們才有機會 抓準這個縫隙 打死他 你看 他先打呂布 又跑去打那個神兆 雖然說現在開的是貪傷 會把傷害整個貪低 但是對我們來說 就是很傷啊 比方說他如果說 這時間點 神諸葛已經死了 那我們如果說 這個時間點 這一招收不掉 魔呂布的情況之下 再去打他的 那個神兆 結果就是我們 同時打了兩支不同的角色 這樣就是沒有意義啦 張鳥就這樣是徹底失敗啦 你說是不是呢 如果說今天你練高一支張鳥的話 其實不見得一定可以 因為等級越高的情況之下 你不太可能可以秒殺對方耶 除非你的那個 機體能力很強 但是對於 那個所謂的無課玩家來說的話 你不可能 你沒辦法把神兵 今天這裡點高啊 今天這裡 你沒有辦法點高 這裡有很多狀態 都是必須要往上加 比方說攻擊趴速 比方說爆傷 比方說速度 或者是爆擊 抗爆之類的 這些東西都是必須要靠這裡去點高的 你沒有這東西 你點不高啊 那你每個禮拜 只能靠著這個 所謂的買這個 那個 那個 聯盟 成森 成站這裡商店 然後一個禮拜只有五包而已耶 那至少要累積多久啊 要十個禮拜 大概兩個多月 大概三個月的時間點 你才可以買到五十包 然後可能開不到幾顆神兵之魂耶 開不到幾顆神兵之魂耶 那我們那麼努力的去練一支角色 結果他越改越爛 然後打的不是同一支 我可以認同他的技能啊 可是一開始不是這樣子啊 而且物聯來說的話呢 他觸發的結果反而是沒有打同一支耶 那我用高級物聯要幹什麼 我乾脆把武力調高就好了 然後再帶一個精準 我把整個戰力調高就好了啊 我帶物聯要幹嘛 我吃大便喔 是不是吃大便 吃死算了 說真的 很生氣耶 我真的是 除了一秒事情之外 我對於這個事情我真的很生氣耶 我幹嘛帶物聯 我乾脆帶精準好了 我帶精準之外 我精準可以往上堆疊 很多武將其實都會帶那個啊 你看喔 精準 我們看一下精準的那個兵法好了 精準 精... 精... 精準在哪裡 Where are you? 他會針對敏捷閃避的目標 提高5%的傷害部分 那我乾脆提高5%就好了 我幹嘛要帶物聯 物聯就沒意義啦 因為我打不是同一隻啊 那我乾脆同一... 我在同一波的輸出裡面 把輸出集中到最高最強 這樣是不是更好 那我已經弄到物聯了 我把物聯弄到高級了 這個時候才搞這種東西出來 你說要不要叫我吃大便好了 根本就不用玩啊 你要怎麼越戰 其實我本來還想拍一支影片 是越戰300萬的影片啊 當然打上非凡少數就有300萬 然後打過那個什麼 我記得我之前有去打 1000多萬了吧 是不是 我記得啊 我好像塞滿 結果沒有記錄下來 是不是 這裡啊 這裡就300萬啊 然後這裡有一隻 也是大概100多萬啊 還有一個 我記得有一隻1000萬的 呃...不見了 呃... 好 反正 我覺得 他把它改成這樣 真的就不用玩啊 那其實這一次 那個 黑白狼軍呢 他這裡有一顆 那個 冰轉啊 欸是這裡嗎 我怎麼忘了 恩... 是這個嗎 三二合體嗎 欸是在哪裡 我記得他會送一顆冰轉 是不是 還是 還是已經送了 我領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 恩... 有啊這裡啊 這是現實的啊 然後他可以轉 把13星武將轉 轉移目標啊 那轉 可是他是 冰轉活動之後 失敗就結束啊 保留冰轉的那個結果啊 所以其實現在 練章寮 我覺得如果說 你是正準備踏入的玩家 那你剛好 想要練章寮 當初練章寮的原因 除了 我除了鼠關抽不到之外 重點在於說 我剛好抽到章寮 然後 我也覺得大家都 玩鼠關 我就是想要玩點 不一樣的東西 我才選擇章寮 結果現在把章寮 改成這樣子 你叫我怎麼玩 親和以看 我們根本就不用打啊 我們... 我們打個屁啊 我們...他都... 他都... 瞄歪了啊 就像... 就像... 你... 你已經... 你已經翹起來了 結果你... 你插錯洞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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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爽嗎 好啦 這個比例好像有點錯誤 這... 這個比例有點錯誤 你看我們去打這隻好 打愛戴好 其實我也打不贏他啊 重點在說 他有帶那個 可以讓那個 他的鼠關就可以一直復活 他應該是帶 劉備吧 援軍 神劉備 我有機會在地下戳死他 不是沒有機會啊 但是他的復活 或者是 他的復活如果說 那時候我的高級霧連 要我出動的話 我就有機會殺死他啦 欸... 他怎麼... 他應該會復活啊 等一下 他應該會復活 喔... 他的神仗好痛喔 喔... 他的神仗好像怎麼回事 好屌喔 好棒 喔... 沒有復活耶 啊... 他是帶高級霧連啊 欸... 欸... 中級還魂我說錯不好意思 我... 我在K... K笑了 我在K笑了 欸... 在哪裡 艾達 他是帶高級 他是在還魂是不是 他一定有還魂 對啊 他有帶中級還魂 他也蠻會還魂的 我剛才戳他 教... 那個什麼... PK他好多次 然後... 就...就一直被還魂 你看 現在來看 假設他戳不死他 欸...戳死 好...就戳死 我一定要找一隻戳不死的啊 我現在... 就算我戳死他 我也打不死他咧 他就是沒辦法去打同一隻啊 看一下...這個好了 可是這個好像... 我會被他秒殺 巴也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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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想去弄一隻那個... 月音出來 現在他就覺得很懶 你看 你看 你看他打歪啦 他不打... 鼠關羽 他要跑去打魔關羽啊 正...情何以看 直接被秒啦 如果說... 他等一下把... 第二次的高級... 那個... 高級霧連衝過去 是是直接燒掉他的... 那個... 鼠關羽的話 我... 我有可能.... 或許...可能... 我不知道啦... 因為他的神噪雨很強啊 但是起碼說我至少有機會 殺掉他的阻力啊 我不知道他阻力是不是 是不是屬官 看一下 應該是啊 不然不會直接炸他是不是 喔他不是 他的阻力是神噪雨 他帶盲虎袍 那應該在這裡藏著笑天 對啊你看 其實為什麼要帶上神旁 很大的重點原因在於說 今天如果說 張寮帶上 張寮為什麼會打輸神 神噪的原因在 神噪的那個技能我們沒辦法秒殺他嗎所以說 帶上神旁的 重點在說我把他降攻之後我可以 讓我的張寮專心去對付他的屬官雨 那他屬官雨死了我就有機會慢慢去戳他的那個神噪 但今天他戳完 屬官雨之後 又跑去戳 沒有連續戳他屬官雨反而去戳了這個 魔官雨 那我們就不用玩了就是直接掰啦因為過不去啊 我的人生就這樣子而已 他的 他就是打歪啊他就是 就是就是這樣子所以我覺得說 這樣變成我們 所以說 最後總結我覺得在這裡就做結束好總結就是 假設你今天 正準備踏入 玩這個神魔三國志的話 請你就 以神噪或者是 屬官雨為主 去練 你的主力打手極限打手 神噪 神那個張寮的部分 你就 就不要 多想 除非說你今天 想要把他當成第二打手那我覺得可以但是其實他當第二打手也沒有什麼太大屁用 因為 張寮的偷攻 會 被 驅散 所以 我記得應該是初始速度 屬官雨就輸了 看一下 圖鑑好了這樣會比較準 他的是1573嘛然後這裡 1574他就多了1喔那後續一直 一直堆 堆疊的狀態之下其實 張寮速度應該都會比屬官雨還要快 還要快 我會思考一個點 這次冰轉是不是就直接把 張寮給換下來 或者是說就把張寮當成第二主力我全力去練 神龐童然後就 往神龐童的路線提早去走 我就 我就不再堅持 那個 張寮 其實 神龐童要練 不是不行只是很難因為他 第一他現在也沒有我還沒有辦法把杜魂杜到滿 第2 他的那個 裝備我還沒弄好 那今天我已經把 張寮給杜好了 其實 我不知道怎麼說好我覺得好傷心很難過我覺得很不爽而已 我就覺得張寮就是被改爛掉那我覺得 再看看等這個遊戲 這個活動快結束之前我再思考一下要怎麼去走 後面那段路好了 那現在我就是奉勸各位如果說正踏入的話 就建議不要練張寮建議不要練張寮 那 我們的影片大概就講解到這裡 我 還是想要說一句話 我覺得我不是想要刻意的去批評政府或什麼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政策下的 錯誤 他們沒有承認 也不會去更改 然後過程中 把所有的錯都歸在別人身上 他們 防疫成功的時候 說是 說是指揮中心的有功 然後 現在出了問題 只要疫情上升 就是說人民就是破口 然後 是 某某部分的年輕人 鬆懈 然後導致這樣的 問題出來 我不願意 也不想要去聽這種 肺炎 我覺得說 大家都很認真 很努力的去 做好防疫的這一塊 你說不要玩 很多 多少人都歸在家裡 不要玩 很多人 現在還要大家 就是不要返鄉去拜 回家去拜拜 我也認同啊 因為現在就是怕 破口啊 政府可以宣導 但重點在於說 最後疫苗到底在哪裡 可不可以 讓大家 至少都先打上一劑 因為現在重點在於說 不管他防護力多少 起碼打上之後 不會變成重症 不會有 更多的人因此而喪命 然後這才是重的 好我覺得我肺炎太多了 我也算是武漢肺炎 不管怎麼樣我覺得說 希望大家如果說覺得影片不錯的話 先幫我 再幫我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如果說你覺得說我的影片 有任何的問題 就是說 那你就說看了不喜歡 或者是你覺得哪邊的東西 講解問題 或者說你覺得說應該再更有趣一點 然後或者應該 搭配什麼東東的話呢 也歡迎在 那個 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但我 真的短期之內很難去做改善 因為我就真的只有一個人 而且我真的是上班族 我也沒辦法 很難去 很難去做很大量的改變 但是我願意 設法去 去思考 當然 也謝謝你願意看 或者是願意聽 然後也願意給我回應 我都非常的感激跟感謝 那我 其實我做遊戲 的頻道也不見得只是單純做遊戲 我也是有私心想要 傳遞一些資訊給其他人知道 但我覺得說 這資訊 或許 不見得完全的對 或者 完全的錯 但是你要思考一個點是 現在我們到底面臨了什麼問題 我們面臨的是生存之戰的問題 當然不是 詆毀政府就可以解決這事情 我也不想要去詆毀政府 但是 現在政府的每做的 這個措施是我們需要去提醒跟幫忙點行的 希望可以讓他們修正這個錯誤 並且改 改進 政府做得好 就是我們人民的福澤 我覺得我們就會跟著好 政府不好我們當然會跟著不好 這個就是 很 很現實的問題 不是嗎 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我們去罵政府政府如果會好 我們就跟著好 那我們去罵政府政府又不會好 那我們 又能怎麼樣呢 我們也沒辦法怎麼樣啊 我們只能 彼此捏著 然後 努力的生活去過日子 好啦我覺得 我又多說了好 好多 好多話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